巴拿马民众上街头欢呼 就是因为巴拿马最高法院宣布备受瞩目的判决 认定加拿大的第一量子矿业公司 在巴拿马的采矿契约是违宪的 必须关闭 那么巴拿马政府在10月20号 授予第一量子20年的开采权 可以在中美洲最大的铜矿厂露天开采20年 还可以选择再延20年 换取政府每年3.75亿美元的收入 消息一出民众都痛批是卖国合约 巴拿马全国从律师教师医师农业 各行各业串联抗议 逼迫政府退让 结果现在最高法院判决 直接打脸了执政党 裁定政府和第一量子的合约违宪 第一量子必须关闭 而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尽管第一量子是加拿大公司 但其实最大股东是中国大陆的国有企业 江西同业公司 现在的结果也等于巴拿马 拒绝让中资持股公司 主宰该国的矿业开采 那么加拿大外交部是表示 他们会尊重巴拿马的判决 会再关注事件发展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